2011年2月9日,除夕夜西安窦门杀人爆炸案高破 因与村干部有矛盾,51岁的张龙平变卖厂子、住房、购买枪支、子弹、煤管并自制炸药 在除夕夜准备向十多个仇人寻仇报复 杀害一人后因不慎引爆炸药,包括张龙平在内的三名嫌疑人受伤 案发当晚,张龙平左胳膊被炸骨折 他们逃到汉中市后,在医院进行了手术 两天后还没结账,就从医院逃离并来到了宁强县 2月8日中午12点,警方锁定张龙平行计后将其抓获 据警方介绍,案发当晚,嫌疑人张龙平曾准备了13条铁链和13把锁子 在对爆炸装置误操作前原本计划去一一报复他的仇敌 每条铁链对应着一个人 直到2月8日张龙平落网,村民们才算安了心 2月9日上午,在警方的案情通报会后 张龙平被押解出来后还向记者伸手示意 事实上,内置胳膊已骨折 华商报记者报道